不朽凡人 作者 俄氏老五 播讲 小编C 音水笑 第281章 不简单的女人 我想请问一下 从这里到真末大陆还有多远 应该怎么走 莫无忌猜测 能在这儿遇到的人 肯定是从真末大陆来的 少妇柔和地说 不知道你是要走 最近最安全的路 到真末大陆 还是要从危险的地方 一路试炼过去呢 尽管莫无忌知道 这里的中年男子和少妇的修为 都比他强 但是他并不在意 因为这两人 也不过是虚神镜的修士罢了 虚神镜的修士 他见过的太多了 别说对方没有代意 就算对方有代意 他也能从失落沼泽脱身 他在沼泽中修炼了半年时间 身形绝对是滑流鼻 在他的戒备下 虚神镜也不一定能一次抓到他 现在他问话后 少妇的回答让他立刻谨慎起来 若对方想告诉他 肯定会直接说出答案来 而非这样询问 这个女人似乎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莫无忌随意地扫了眼这少妇 这才发现这少妇是真的很漂亮 凹凸有志的身材偏偏被修士裙遮住 隐约的纤细腰枝更是增添了几分魅惑之力 长发被盘起 白皙的脖子悠若天鹅 肌肤晶莹剔透 吹弹可破 冥冥有着一对桃花眼 却被他庄重的神情直接淡化了下去 这些都是表象 这女人的心思灵活很不简单 莫无忌微微一笑 再次开口 我自然想从最近最安全的地方走 不知可否方便告知 少妇叹了口气 犹豫了好一会儿这才说 唉 不瞒道友说 从这里到真末大路 如果从最近最安全的地方走 只要一个多月就可以了 若是从别的地方走 也许要花几个月的时间 征途还可能遇到强大的妖兽 只是那最近那一条路 是我楚家的机密 正因为如此 这才让我为难呢 莫无忌心中冷笑 他有地图 虽然他的地图不是从失落沼泽过去 但是要找到原来那条路 也不是多难的事情 这少妇显然是要他帮着做什么 所以才会用线炉来拿捏他 他和对方根本不熟 又是出来乍到 帮忙的事情根本就不做考虑 既然如此 那就不麻烦几位了 告辞 莫无忌抱拳说完 转身就走 莫无忌出乎意料地回答 直接让那少妇有些手足无措 他还以为 莫无忌会询问 如何才能得到最近的线路 却没想到 对方是这般表现 他却不知道 这种小手段在莫无忌眼中根本不值一提 莫无忌重活一世 早就见惯了各种手段 别说见了 就是他自己用的手段 也比这少妇的手段强得多 想要和他来这一套 这少妇还不够格 他要是这么容易被人拿捏 在这修真剑 怕是早就连骨头渣子都没了 大哥请等一下 莫无忌只是走了十数米 便被一名女子给叫住 他回头看了看这肤色略黑 眼睛大而明亮的女子 你找我有事情吗 虽然在问话 但他心里还在想 难道这女子和刚才那少妇 不是一伙的 否则的话 应该是那少妇做主才是 大哥 我叫荣和 我想请问一下 这个失落沼泽危险吗 如果进去 有没有机会活下来 大眼女子被莫无忌打量了一番 心中略微有些紧张 她虽然看不出莫无忌的修为 但也知道莫无忌应该不简单 朋友 在下庞奇 这是我师妹荣和和我师弟雄星藤 真是对不住 我师妹有些没有规矩 庞奇也走过来略带歉意地说 她经历的事情可比荣和多多了 自然清楚 莫无忌的不简单 若是一个简单的修士 会不尿一味虚神修士的花吗 莫无忌微微一笑 没有关系 问话而已 刚才我也是在问话嘛 如果问话还有那么多规矩 大家别问路了 远处的少傅 脸色微微一热 虽然他猜测 莫无忌应该不是说的他 但他偏偏忍不住 往这方面想 因为他的确是定下了问话的条件 回答完庞奇 莫无忌才看向了融合 如果你要去失落沼泽 我只能和你说四个字 十四无生 如果想要活下来 别进去 莫无忌可没有瞎说 若非他有青金之心 和逆转修炼的功法 他早就死在了失落沼泽之中 哪怕他单有其中的任何一样 那也不行 失落沼泽中的漩涡 稀里太过惊人 一般的修士 可以挣扎着爬上沼泽上面 但如果长时间地不离开沼泽 迟早还会再次陷进去 一次两次可以 十次八次呢 一百次一千次呢 恐怕就算真神静强者 也再也爬不出来 他的逆转功法 让他可以一边修炼 一边前进 逆转修炼产生的原力 让他不用去抵抗 也不会轻易被沼泽中的 犀里卷走 他的青金之心 任何束缚住他的不明物体 都可以被灼烧 墨无忌可以肯定 眼前这几人 不会有逆转功法 因为这玩意儿 可是他不久前 刚刚创出来的 而且他的逆转功法 还是通过脉络修炼 通过灵络修炼 行不行 谁也没试过 至于青金之心 他几乎几次送掉性命 才在运气爆棚的情况下获得 可以肯定 眼前这三人同样没有 可是大哥你 融合的语气充满了失落 墨无忌再次说 我因为运气比较好 一进去就出来了 所以才糊了下来 一进去就出来了 就算是融合都不会信 更别说一旁的旁起 和雄星疼了 墨无忌那个样子 如果是一进去就出来了 那也不会有 之前那种释放的长效 墨无忌也清楚 对方明白 他说的是假的 可这并没有关系 大家交情又不深 问个路而已 他只要将路况 实话实说就行 别的东西 别人也不会去关心的 就在此刻 那少傅也走了过来 你们为何 要去失落沼泽呢 那里进去之后 的确是实死无生啊 他之所以要过来 是觉得融旗三人 能走到这儿 也是很不简单 融旗听了墨无忌的话 心中已经有了 一些绝望 他从墨无忌的语气中 听出来了 墨无忌可不是瞎说的 此刻竟然少傅询问 他便叹了口气说 唉 前辈有所不知 我们被人追杀 准备穿过失落沼泽 前往失落大陆 都到这种地步了 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了 被人追杀的事情 莫无忌不知经历了多少次 他也有些同情地 看了看融旗几人 不过他自己都还没到 真末大陆 就已经得罪了 星帝山的下降 所以他自己的前途 同样难以预料 自然是无法帮助融旗几人 同时他也知道了 融旗和站在他身边的融合 以及另外那名叫做 雄星藤的精悍男子是一伙 那少傅和中年男子 还有一名少女 则是另一伙 少傅看着融旗三人 绝望的眼神忽然说 我是来自楚家 锦卫如果愿意的话 倒是可以加入我楚家 我楚家虽然不是什么 大家大胡 但是一些寻常的毛贼 倒也不放在眼中 少夫人 听到少傅邀请融旗三人 加入楚家 那中年男子大吉 赶紧叫道 不朽凡人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笑 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